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河边刃 蹭 跳出圈外 善灵狱低头来看剑 呀 灵狱想 我这口剑是戒的 杜天亮是保刃 师父把我的剑伤了 等他仔细看了看 哎哟 这口清风辟邪剑 清光山山 锐彩千条 怎么没怎么的 哎呀 善灵狱暗泽轻幸啊 如果这口剑要是被杜天亮给销坏了 或者碰个火 对不起人家那祖孙二人 人家是家藏的宝贝啊 拿命换的 想着正的看看杜天亮 杜天亮闪身去 他这口剑是长虹煞血剑 也没怎么的 要不说呢 我国冶炼技术有悠久历史啊 这两口宝剑都是春秋时期造剑能手啊 打造的 那可这是采天地之灵五金之金所打造 刚口又好 传到今天也不落后 武林人身为大将的 为了取口好刀好剑好兵器啊 那都是拿命换的 杜天亮一看 自己的宝剑没伤 嗯 那么这个姓善的剑是不是坏了 好 可以看善灵运 善灵运呢 正在看他 从眼神上 好 看一口剑 没伤 是宝人 哎呀 糟了 我从出世以来 所以能阵阵取胜 多一半占着我是宝人 削别人兵器 今天他是宝人 恐怕我要剩这个姓善的不容易了 哎呀 他恨死小霞了 这个丫头都是你 送给他宝剑 跟我玩命 我要你的命 该着凑巧 杜天亮撤兵任陕身区的时候 李小霞进 小霞呀 就愣到这儿了 啊 陈伯正看 杜天亮心狠手黑 往前进身 丫头 我叫你帮他忙 我要你那命 一箭 扎到姑娘的牵心 姑娘大叫一声啊 扑通 尸体摔倒 山灵狱一看 啊 畜生 你乱杀无辜 哎 弹剑 手捧的一刃 撞 奔他后腰扎来 杜天亮杀了小霞 撤宝剑一转身 哎 用剑去找山灵狱的剑 随后 说 奔山灵狱的腿部扎来 山灵狱一看小霞死了 那简直心疼啊 急忙脚尖点地 身子蹭 往上一蹿 剑 贴着鞋底过去 山灵狱随后 说 来个燕子头颈 还 剑往下劈的同时 一抬腿 正踢在杜天亮的胯部扎 这个家伙没站稳 摔个跟头 像疯了一样 哎呀 我要你命啊 刷刷刷刷刷刷 把他看家本领拿出来 老杜家家传有剑法 就滚龙剑 身子往下一塌 围着山灵狱撞开了 好嘛 这口剑呢 一剑比一剑紧 一剑比一剑快 像剑枪也罢 把山灵狱给封到当中了 山灵狱呢 眉毛远累起来 眼珠瞪起来 消暇死太远了 他是为我而死 给我送剑 结果死在贼人手 我非给他报仇不可 但有一样 打着打着 山灵狱害怕 这什么剑招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是啊 学到知修处 方知意不高啊 老杜家自己剑法 哎呀 山灵狱 就进不去招了 只能封住门户 为他走 就在关键时刻 猛然身后有人说话 小恩公 沉住气 稳住心神 箭走下盘 哎 对呀 他挨着身子走下盘呢 我也是往下来呀 紧跟着又有人说 记住 踩住他的中门 往前进招 往左去 白蛇出洞 薄草熏蛇 山林玉不知不觉的就按他招数 走开了 说话是谁 正是老隐士江万川 老头啊 在那当场外指导呢 江万川 老隐士当初和杜明坤交过手 对老杜家的招数 心里有数 江万川要不是中了 松鸡卸骨伞 杜天亮不白给吗 拔个也不行啊 现在老人 脑子好时 心里有数是一动不能动 只可在旁边指点 山林玉何等聪明啊 那边一说 他的见招步伐 就按老人说的走 这回啊 杜天亮被忙活的 手忙脚乱 就在这么工夫 江万川一开行了 直接杜天亮 来个夜叉探海 望前进身 还 这么一进身之际 然后反过来 秋风扫落叶 林玉就到这旁边 老头喊了一声 好 脚踩中门 金鸡展翅 扎那小斧 扎 老人话出口 山林玉的剑也就到了 耳朵中就听着 这口剑 正扎在杜天亮的小斧 扎着小子 啊的一声 山林玉 剑在里边脚个跟一抬腿 把他蹬出七八尺远 剑一撤 杜天亮松手扔了宝剑 再几再晃几晃 扑通摔在地下 身上胳膊 蹬蹬腿 张张嘴 没说出话 绝气身亡 就在这么工夫 耳朵中就听着 有人哈哈大笑 好啊 好 哈哈哈哈哈哈 声若通中 嗯 凌云了 谁笑 他回身这么一看 呦 正是江万川 这日江老也是 方才 判若俩人 方才啊 大眼皮搭了场 眼都睁不开 少气无力 现在二毛子耍 放出两道光来 说话中气十足 老人家 您感觉怎么样 呃 小阳公 我很好 好啊 杀了杜天亮 去了我心病 痛快 好 啊 呃 老人家 哎 您的孙女 为给我送剑 打上性命 我十分不忍 哎 他 把剑给你 你杀了他的仇人 他算死得 其死我 别提这些了 老人家 仇已爆了 这口剑 物归原主 还给你 呃 不不 你先收着 我还有事 哦 你有什么事 我能办的 一定替您办 嗯 好好好 小阳公啊 你姓什么叫什么 家住哪里 祖居何处 呃 我姓善 叫善灵玉 我家住 松山脚下 金凤山 不过 我的祖父 可住在山西路州 天堂县 巴黎二仙庄 我数个字说 叫善雄姓 善灵玉 这是第一次当外人说 是善雄姓的后代 老头听这话 啊 你是 善儿园外的 后代 是啊 哎呀 这可太巧了 赤法灵官 善儿园外 是我的老恩公 你是我的小恩公啊 说起来 也得几十年前了 我还年轻呢 我和我的妻子 出趟远门 从河北到渔刺 因为天江大雨 被雨积着了 我就病在殿房 谁也没想到 一病就是两个月 钱的花光了 没有电饭账钱 治不了病 我的妻子 求人磕头 说好话 求帮 想不到求到 善儿园外 赤法灵官 他的脚下 善儿园外 在听醒之后 立刻告诉店家 你呀 给这病人治病 就这样 给我抓药治病 电饭账钱 还完了 我都不知道 我要走的时候 店家拿出 五十两银子 说给你吧 这钱做路费 走吧 当时我觉得奇怪 我没给你电饭账钱 你怎么还给我五十两银子 哎 你碰见好人了 赤法灵官 善儿园外 给你留的 说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不容易 这点钱呢 给你做盘缠 我听到之后 感激替灵啊 特意领着妻子 到善家门前 跪门 求见善园外 人家没见 事后 我又来两次 都没见着善雄心 事情虽然隔这么多年 可是这个好 我到死也忘不了 想不到 小友 你又救我 你说这不是缘分吗 你是 善雄心是我的爷爷 我父亲就善宝善天星 那么你到这干什么了呢 老人家 既然您不是外人 我就跟您说吧 我的父亲善宝 据人说 被余文国的官兵 抓到燕门关外 修黄土城 移取十余载 阴心皆无 我一来 千里寻覆 更主要的 余文国 进犯大唐 现在把山西 大半土地都占去了 国难当头 我怎能 自我实不管 我是投军去 去找 驸马柴哨 投军容武 手边欲敌 同时救出我的父亲 哦 好 有志气 好了 来 你去 把那个长条 匣子拿过来 哎 山灵狱 转身把那个匣子 被挺大劲 放在老人的膝前 你把它打开 山灵狱打开了 东西拿出来 一样拿出来 一看盔甲包 这边有兵器 山公子 小龙公 这就是我家 珍藏的四宝 加上这匹马 是五宝 我家几代人 为守五宝 多次辗转搬家 死了多少人 为什么 守住祖业 可惜啊 东西是好 宝贝有灵器 有德居之 无德实之 我没德呀 我是个废人 没用 老江家到这 也算绝根了 这东西落哪呢 小恩公 我就送给你了 一来报答 山园外 对我救命之恩 二来 也报答你 今天为我祖孙报仇 宝尽赠烈士啊 这东西给你 你跨马驰骋江场 为国立功 也就算我对得起 我的烈族烈宗了 不不不 老人家 这可使不得 您是家传宝贝啊 价值连城 我怎能受用 哎 小恩公啊 不给你给谁啊 哎 我不行了 你替我们祖孙报仇 这东西给你 你是当之无愧 收下 多谢老人家 山绿把东西包好了 老人一拍那批小马 小恩公啊 这批马就长径肃霜 踏水七林寿 日走一千夜走八百村山挑剑 如走平地 你把他带走吧 肃霜 这是你的新主人 哎 这几年你受委屈了 给我拉了好几年末 找你新主人去吧 低头又看看小霞 孙女啊 小霞呀 爷爷和你一块走了 说完老人 一阵大笑声 含笑 耳王 灵运难过呀 赶紧把老人的尸体放好了 怎么办 快处理吧 天要亮 到屋里抱两床背 把俩尸体都包好了 得安葬起来 往哪儿 安葬了 院里有菜窍 赶紧把老人送到菜窍里 小霞 在老人的脚子底下 刨着坑 放在脚下买好 菜叫哭叉 就得塌下来 把老人干上 把杜天亮那口剑 捡起来 剑鞘 摘起来 还入窍内 这是宝贝 我带走 也放在了宝侠之内 杜天亮的尸体 弄个单子裹了裹 然后把它夹起来 扔到了山沟里 狼掏狗转 随后 单玲玉 转身跳到隔壁的院内 见到田妈妈 把那边发生的事 简单的说几句 田妈妈 那祖宗二人过去了 有你照顾房子 我已经在世安葬了 将来给他树碑立转 您哪 照顾那院 我得走了 山凌宇刚一出门 直接迎面 来的一个人 不是别人 正是贺鼎 贺鼎 贺鼎怎么来的呢 前文书我说过 杜天亮到江万川家卧底 在饭菜里下 卸鼓散 这就是贺鼎红 孙小娇给出的主意 随后呢 孙小娇叫他丈夫去杀江万川 取无宝 走了之后 他不放心了 哎哟 我们家那口子 别的病没有 就一个病 爱女色 听说小霞长得挺漂亮 他便杀了江万川 领着小霞 跑一边去了 你说我不该受清风吗 不行 我得看看 女人出门麻烦 这头刀是收拾 因为他四叔大掌的丑 生怕杜天亮瞧不起的 看不上的 这一收拾 忽了功夫 如果再早一点 他也就赶上了 山陵雨和杜天亮交战 要不说吧 烟差 阳错 等他收拾烈宿了 起码从孙家吉 来到三里铺 天光大亮 往这一转悠 没人太早了 好不容易 赶到村子那头 碰见一个放羊的 从这儿得出来 他就问 哎 我打听一下 你们这块 有没有个卖豆腐的老江头啊 有有有 你走过了 从那头数第二家就是 嗯 谢谢 贺鼎红 孙小娇可厉害啊 你别看明儿好家叫小娇啊 那是个母业察母老虎啊 催马 到了门前下一个马 江声一扔 往门前这么一看 哟 这块动手了 怎么 门前有马提叶 有脚印 这门是刚刚凑颇凑颇 给钉不上 他 弯一脚就把门揣开 来到院里这么一看 一剔鼻子 有血腥味 到屋里看没人 我们那口子呢 查看地势 一看这块塌个坑 这个家不厉害 在旁边拿个稿头 帮帮几下跑来跑去 发现老头尸体了 这死了一个 再往下跑 看见了小侠子 哦 甭问这是我们那口子 把他给杀了 无宝到手了 对没错 别让你白骨先添 一糊了又给盖上 前后转了半天 没什么无宝 大概是走了 他出了一看马蹄 往村外去 能上哪去了呢 回家了 不对 我们家那口子 大概是得到他爹的信 他妈老公主 叫他到黄土城大府 把我当青鼻涕给甩了 你也 呸 甩他自己走不能啊 啊 找我的小师妹去了 对 凌云仙 我到那看看 我要碰这种狗男女 我把凌云仙一杀 我看杜天亮 你往哪跑 要不说人呢 得有信誉 杜天亮如果没有这个事呢 他也不能啊 往内上和解 他得和解 能不能死了 失踪了 得找着啊 他往鞋道上响 等他再到凌云仙家一看 太巧了 凌云仙 没在家 啊 让黄土城了 好了 我现在起身追你们 我就在黄河边等着 杜天亮 你长翅膀也飞不过黄河 我在这守着你 我把你们俩抓住 他呀 是想赌杜天亮和凌云仙 可是他到黄河边这一等 可就给单凌云过黄河 找了大麻烦了 你想啊 凌云得过黄河呀 才能往燕门关走啊 他在这堵着呢 那么山凌云呢 非常巧 俩人就一错事都不 起身走了 离开了江家之后 到树林里稍微休息会儿 为什么 这一夜折腾得太累了 太乏了 稍微眯一会儿打个瞌睡 然后洗了洗脸 又弄点吃地 稳稳心神 辨认方向 登城散路 汝南投君 他呀 没舍得把 江老爷的一口剑 戴在身上 因为这是祖传的东西 这是个纪念品 这么好 我别戴 另外分类也重 就不如杜天亮的长虹 煞血剑 尽管比一般剑烧长点 他轻 使得合适 我呀 背这口剑吧 这可找麻烦 他把长虹煞血剑 带在身上 把那几件放在了箱子里 滑在马的身上 千万别丢了 将来呀 找好地方 我把这口剑 先收藏起来 再碰上英雄豪事 我再转赠别人 叫对我用不知地 随后启程 一溜小跑 天交中午 前边啊 有人家 黑鸭鸭雾沉沉 是个镇子 走不远 有戒碑 上写 崔家镇 哎 这块这么热闹 上崔家镇呢 中介是关道 两旁边小道 不管什么道 人特别多 哎呀 红男绿女 挑挑的 担带的 拘锅的 卖饭的 卖风筝的 卖馅的 嘻嘻嚷嚷 都往村子里进 干嘛这么热闹 大吉 再不就唱大戏 要不就是练武的 耍猴的 啊 特别是那男的 一个油头粉面的 都把节日盛装穿上了 不行 这么乱 人多 这马不好过 我干脆 绕道走 我必须穿转而过不是吗 这块是 东丛口 我绕到西边 我认可多走点 路好走啊 就这么 他提马 打打打打打打 绕走 这批素双举太好了 你坐在了马背上 嘿 如行船流水啊 特别的稳不颠 快 脚下还轻 很快来到了这边 庄口 再往这一看呢 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